网友们,去年上半年的时候,我们这边来了几个日本商人 承报了我们当地20亩的荒田 就是在种植一种比较奇葩的植物 当地的村民都表示不知道是什么植物,都表示没见过 主要他们种植的这种植物看起来就像见不得人一样 整一个都用黑色的遮阴棚给盖了起来 有的村民也说日本商人在闷声发大财 那么他们里面究竟种植的是什么植物呢 很多的村民都搞不懂 今天我也非常好奇就来到了日本人的种植基地 用镜头拍给朋友们看一下 看看见多实况的网友知不知道里面种植的是什么植物 日本人又在搞什么名堂 像我身后的这些黑色遮阴棚呢 就是日本人所盖起来的 最主要的是里面种植的植物呢 就像见不得人见不得光一样 当地的很多村民呢都说日本人呢在闷声发大财 待会呢我转个角度让大家呢看得更加仔细一些 像日本人的居地呢就坐落在这个大山脚下哈 可以说玄子呢非常的偏僻 整一个地呢总共有20来米全部啊都用这种黑色的遮阳棚啊给盖了起来 看上去呢就非常的奇葩呀 很多的村民呢进到里面一看啊都吓了一大跳 都不知道里面种植的是什么作物啊 从外面来看的话就像见不得人一样哈 那咱们呢也废话不多说赶紧呢到里面看一下 看看这个日本人呢究竟在搞什么名堂 种植的是什么植物哈 来到这边就特别的神秘哈 四周都用这个棚子盖了起来 根本找不到出口 像这个苍蝇蚊子我估计都飞不进去 然后我发现这里面丢开来啊 就能进去 也不知道日本人搞什么名堂啊 种什么不明植物 有些村民进去都吓了一跳 哎呀怎么这么潮湿啊 特别多的水哈 我们走这边进去看一下 进来里面的话给人的感觉呢 就非常的阴暗潮湿哈 整一个呢都用这种黑色的遮阳棚给盖了起来 用这个竹子跟木棍呢支撑了起来哈 没想到进来里面呢 非常多这种的小棚子啊 棚中棚往中往的感觉 像这种小棚子啊 应该都有几十上百个哈 然后呢每个棚子里面 大家看一下 都撒了这种白色的东西 哈两边都用这个白色的东西给覆盖了起来 非常的潮湿哈 应该这种植物呢就适合生长在这种潮湿的环境下 难怪呢用这个棚子啊给盖了起来哈 哇塞全部都是这种白色的 好像是那个生石灰还是什么东西哈 像这边呢就比较光亮一点呢 我们走过去近距离的看一下 看看究竟搞什么名堂啊 种的究竟是啥东西来的哈 哇塞特别的湿哈 这个地面上都不好走啊 非常的阴阳潮湿 然后种植的这种东西呢 都是这种冻一块细一块的 哇塞就是这种的 哇塞摸起来特别特别的硬 就像那个石头一样 我猜想它那个东西呢 应该就是包裸在这个里面的 因为现在呢 像冬天呢 刚种植下去不久哈 哇塞里面那个已经发芽了哈 我们走过去看一下 究竟是啥东西哈 这边就发芽了哈 都要长出来了 一块一块的 就像那个什么军孤一样的 究竟是什么东西啊 当地的村民呢 都表示看不懂这种的不明植物哈 不知道日本人究竟在搞什么名堂哈 每个呢都是这种一块一块的 像这边的就发芽了哈 我发现里面真的是神神秘密的 究竟日本人在里面搞什么鬼 见多死法的网友知不知道 大家可以把视频转发分享 或者在评论区留言讨论一下 喜欢看农村视频的 也可以给我点个关注 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了